两位妹子阿花和小黑正在聊天 却突然被远光灯闪瞎了眼 阿花正要上前找远光狗理论 打只身后的小黑竟然被偷袭了 甚至连喊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等到阿花发现车里没人想要告诉小黑时 却发现同伴已经倒在了地上 阿花刚张开嘴巴正欲尖叫 神秘人再次发现了背后偷袭 可怜的阿花在剧烈挣扎了一回之后 就因为不能呼吸而窒息身亡了 至于两人为什么会被人杀害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这个小男孩开始说起 男孩名叫小明 有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妈妈 但小明的妈妈仍不满足 她不顾小明的反对 执意去做全身整容 只因小明的爸爸抛弃了他们母子 而妈妈的工作又是一位女主播 整容也是为了能和同场有竞争的资本 可妈妈却没想到 她被网络上搜索的一家整容公司给骗了 不但价格非常的高昂 甚至还把小明的妈妈给整死了 可主导医师一点也不愧疚 因为反正顾客已经签了免责协议 就算把她整死自己也不用偿命 小明得知妈妈被整死后 她非常愤怒 可她却什么也做不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几十年 长大了的小明 竟然成为了一个主播经纪人 她的办公桌上 放满了一些被破坏的女人照片 直到一名老女人前来应聘主播 小明赶忙把照片全都收了起来 女人名叫海燕 今年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于是小明就委婉地告诉她说 海燕小姐您十分的有魅力 但我们公司主要面对的是年轻群体观众 您的成熟风格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 面对小明的委婉拒绝海燕 确实有点不服 她当即表示 想当年老娘也是一朵娇花 虽然如今年事已高 但风域有存 我倒是想看看 我哪点不如你们公司的主播了 见海燕仍不死心 小明干脆就带着她参观了自己的公司 我不其然小明手下的女主播 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前突后翘细流腰 看到这一幕的海燕也是心服口服 直呼一句 长江后浪归前浪就离开了 直接来的晚上 一位红衣妹子从直播室下班回家 却因为高跟鞋不稳摔倒在地 就在她准备捡自己的东西时 打只身后的车子竟然直接冲了过来 红衣妹被当场撞晕 可下来的司机 非但不采取辅救措施 反而还对红衣妹进行了补刀 看这架势绝对是故意而为之的 红衣妹迟迟不回家 她的闺蜜黄发妹很是担心 于是就问同事黑发妹有没有在她呢 黑发妹虽然没有见到红衣妹 但还是安慰黄发妹 对方又不是小孩子了 说不定就是出去约炮去了 有啥可担心的呢 可殊不知 另一个同事金发妹也要遭殃了 今天轮到金发妹负责打扫卫生 却突然遭到之前那名神秘人的偷袭 被灌了满嘴的消毒液给毒死了 最后 神秘人用金发妹的手机告诉黄发妹 红衣妹在公司喝醉了 需要她去接一下 可黄发妹刚来到 就看到了一滩血迹 就在她疑惑之际 神秘人直接一刀刺穿她的手掌 接着又一瓶甩在她的头上 最后再嘎嘎一顿乱杀 次日 其余妹子发现 三人没来上班 但也没有多想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会因为头碗完的太害 第二天就起不来上班的事情 反正这家公司妹子众多 谁要是矿工 直接让其余人顶上就行了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现在就连他们的直播工作室也不安全了 一位报文妹刚换好衣服 正要去直播 却在走廊遇到了神秘人 而且看起来报文妹和神秘人是认识的 只是她没想到对方竟然一言不合 就用高跟鞋钉死了她 接着 一位皮鞭姐来的化妆式补妆 可她刚放下皮鞭就被神秘人拿到 然后皮鞭姐就这样被活活勒死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成员翠花是一个富二代 明明可以靠有钱的爹吃饭 可她非要凭本事用直播赚钱 原本不出意外的话倒也挺好 结果偏偏遇到了神秘人这个杀人魔 于是翠花就被溺死在了狗盆之中 随后是喜欢上班摸鱼的金发妹 她以换套更性感的服装为由 来到了卫生间和男友阿伟打扑克 结果打到一半阿伟就被人给捅死了 鲜血的流出 让金发妹还以为是阿伟发射了 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阿伟已经死了 既然阿伟都死了 金发妹自然也白想活着 公司里的成员接二连三的不知所踪 老板终于觉察到了不对劲 于是就让手下的人先暂停工作 并派文申南前驱调查一番 然而文申南刚来到监控室正要调查 就遭到神秘人的猛烈袭击领了盒饭 另外一边因为工作暂停 成员卷发妹就和超管二狗玩耍了起来 可玩得正进性的两人却没注意到 神秘人抄起一根电线就向两人捅了过来 然后两人就非常酥麻地上了西天极乐世界 小粉是今天刚来上班的新人主播 没想到第一天公司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倒霉的她也只能跟着大家一起领个盒饭 到了现在就只剩下老板和小明以及有荣三人还活着 那么三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直到老板发现了小明锄箱里的那些照片 她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虽然小明解释说她身为公司的主管 为了能让员工安心上班 才帮他们隐瞒了这些恐吓信 可老板还是觉得小明很不可信 老板不顾小明的劝阻打算叫警察前来调查 而成员有荣也是在一块不连后面 看到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同伴 她的尖叫声引来了小明 有荣虽然不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能先跑为敬 小明想要去追有荣 打之刚一转身就被人给捅死了 原来老板才是真正的幕后真凶 不过在老板杀死小明的功夫里 有荣已经逃离的公司并报了警 最后有荣成功存活老板被抓 可就在有荣观看相关新闻的时候 他家的门却被人敲响了 有荣觉得反正凶手已经被抓 于是就毫无防备地打开了门 结果开门的瞬间便被激晕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真正的凶手其实不是公司老板 而是那名之前想要应聘主播的女子海燕 海燕要杀众人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某天公司在酒吧聚会 却发现海燕就是这家酒吧的服务员 于是便嘲笑她道 都已经是一个伴许老娘了 竟然还妄想着要当女主播 和他们年轻人争生意 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当然要是愿意花大价钱 去做个全身整容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试试 众人本是一句无心之言 打致天真的海燕却当真了 可倒霉的是她却整失败了 虽然保住了性命 可身体却直接大残 于是海燕就把气撒在了 这些女主播的身上 最后用不打麻药的方式 直接给友荣免费做了一场整容手术 至于把友荣整成了什么模样 估计也只有海燕自己知道了 谢谢大家